男人把吃剩的鱼骨组成枪管和握把 然后把鱼头卡在枪管上 然后从嘴里拔出假的大金牙作为子弹 规整的鱼下颚做成扳机 最后装上子弹 完成上膛 做完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他把饭馆小哥叫了过来 见服务员拿菜刀出来反抗 男人又朝他的头上捕了一枪 这下服务员彻底没了气 但餐厅里的其他人视而不见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因为这不是现实 而是游戏公司开发的最新感官游戏 在未来世界里生物发生了巨大的进化 两个头的蜥蜴随处可见 养殖的尊玉充满了触手 甚至铲除也长出了婴儿般稚嫩的手 它们的神经系统也可以用来制作 虚拟感官游戏的驱动器 然而体验游戏的前提是在背部打开一个洞 然后将连接驱动器的生物电缆插入脊椎 而我也将在讲述完基本故事后 给予对影片的分析 作为这款画时代游戏的设计师 嘉莉刚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引起了观众的沸腾 在他介绍了游戏规则后 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试用环节 但当他带着12位幸运玩家沉浸在游戏中时 现场的一个哥特男孩 突然从他的老驱动器中拿出一把骨质手枪 没有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他就已经将枪口对着了嘉莉 并直接扣下了安静 负责人想阻止他 但下一秒他也不信重担 现场一片混乱 反应过来的安保人员杀死刺客 临死前负责人要求泰德保护好嘉莉 不要相信任何人 临危受命的泰德毫不犹豫地 立即带着嘉莉开车离开 当他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时 泰德拿出匕首挖出了嘉莉伤口中的子弹 但令他惊讶的是子弹实际上是人类的牙齿 手枪都是由生物骨骼制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通过安全检查 然后他们又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嘉莉惊讶地发现 作为一个年轻人泰德没有游戏插口 这让他难以置信 而泰德给出的理由是他不敢在身体上打动 但现在游戏中唯一的原始驱动器 在刚刚的攻击中被损坏了 为了确定驱动器是否中毒 嘉莉必须和其他信得过的玩家一起进入游戏中测试 虽然泰德还是很害怕 但他也别无选择 他们立即来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 这不是诺曼奥斯本绿魔侠吗 客串过来的绿魔书恰好是嘉莉的忠实粉丝 得知他们的意图后 他立即表示愿意帮助泰德免费开个插口 但一枪之后泰德的下半身直接瘫痪 但他说这只是一种正常现象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嘉莉迫不及待想现在就与泰德链接一起进入游戏 但当他按下启动键时驱动器直接短路 这下彻底结束了 如果驱动器没有及时修复 整个游戏很快就会瘫痪 嘉莉以为是泰德精神过于兴奋造成的 但就在这时绿魔书拿着猎枪走了进来 原来有人以500万美元悬赏嘉莉 只要除了他 就能将还未上市的游戏扼杀在摇篮之中 然后他一步一步地向嘉莉靠近 但当他即将扣下扳机时枪成提前响 原来泰德先开枪救了嘉莉 他们又开始了逃跑的道路 两人也逐渐意识到 身陷在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但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修理驱动器 所以他找到了他的朋友主教寻求帮助 主教是生物机械专家 在前因后果后 他不仅修复了驱动器 还更换了泰德的接口 后来两人终于可以进入游戏了 嘉莉启动驱动器后 泰德发现自己瞬间来到了一家商场 一切都显得如此真实 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泰德非常兴奋 当他平静下来时 嘉莉还带他激活了他在游戏角色下的任务 就在一瞬间泰德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鱼类加工厂 卷发同事告诉他 他们的工作是收集变异生物体内的神经系统 他完成收集任务后 卷发给了他下一阶段的任务线索 去餐厅找服务员点了一顿特餐 于是他很快找到了嘉莉 当他完成日常任务后他们一起来到了餐馆 然而在等待特餐的过程中 泰德突然提出暂停游戏 因为他突然觉得有一刻他与现实世界脱节了 嘉莉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神经系统开始与游戏紧密结合 听到这里他更加恐慌 立即主动退出 但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仍然不确定这是否真实 直到嘉莉用了真正的触感让他恢复过来 在嘉莉的要求下 他又回到了游戏世界 这时服务员还端上了特餐 一盘由变异生物组成的黑暗料理 泰德前一秒还在恶心 但下一秒在游戏角色的本能驱动下 他开始无法控制的大块躲移 最后把骨头拼成手枪 嘉莉意识到这是他下一阶段的任务 于是赶紧叫过来服务员 当他一枪杀死服务员时 泰德的角色有离开的冲动 这时卷毛又出现了 他带着两个人来到厨房 并告诉泰德他已经高分通关 服务员是他们组织中的叛徒 看到泰德不解的眼神后 他又把两人带到了餐厅后面的养殖场 原来餐厅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是一个制造生物武器的军工厂 他们的角色属于一个名为现实派的组织 只在消除皮质公司控制下的鱼类加工厂 听到这里的泰德也糊涂了 难道这就是隐藏剧情吗 通关后两人带着疑惑回到了原来的商场 但他们意外地发现 商场的收银员换了人 他把两个人带进了仓库 原来的服务员安详地躺在货架上 他告诉泰德他是一个真正的地下人员 原来的收银员实际上是一皮质公司的间谍 其实卷发也叛变了 他和收银员已经达成了合作 试图颠覆整个现实派 泰德必须去阻止他 显然两人下一阶段的任务又开始了 回到加工厂后 泰德对这款游戏越来越反感 他认为这个未形成的世界是不规则的 毫无逻辑可言 甚至目标也不明确 但伽利说这是他的设计风格 也是每个人都喜欢玩的原因 泰德无法反驳只能先完成任务 很快他们发现了隐藏在角落里的驱动器 加利根据角色的本能直接连接起来 但一开始他就发现了错误 看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快 泰德果断地切断了电缆 但这仍然没有缓解加利的痛苦 显然驱动器中的病毒已经进入加利的体内 就在这时卷发喊着消灭现实派的口号 用喷枪烧毁了驱动器 当驱动器爆炸时 无数孢子病毒被覆盖了整个加工厂 卷发看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待在了原地 匕首解决了卷发 喷火器此时也掉进了草堆里 就在整个加工厂陷入火海的同时 两人却莫名其妙地回到了现实中 但令加利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驱动器里感染了病毒 但游戏中的病毒不可能传播到现实中 他很快给驱动器注射了解毒剂 然后检查了泰德的插口 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主教安装的接口上有病毒 他很快给泰德赛了解毒剂 就在这时他们房间的窗户被屋外的剧烈冲击波打碎 游戏中的收银员出现在现实中 他直接用子弹摧毁了加利的驱动器 泰德也意识到他们其实还在玩游戏 然后收银员把他们带到了屋外 但就在他准备处理加利的时候 一声枪响 收银员倒在了地上 拿着鼓枪的主教及时赶到 加利问他为什么毁了他的驱动器 但他告诉加利 他在修理驱动器时已经复制了游戏 他已经是皮质公司的走狗了 然后他用游戏作为威胁 强迫加利加入 加利假意思考却趁机捡起地上的枪 直接射杀了主教 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泰德的眼神突然变了 手里的枪也对准了加利 他才是最后的刺客 皮质公司的双面间谍 隐藏到现在只是享受猎杀的过程 然而加利的脸上没有恐慌 因为他早已经猜到了泰德的身份 他放进泰德体内的解读剂 实际上是一枚炸弹 就这样加利成了最后的赢家 然后回到了真实的现实世界 游戏中的其他角色也逐渐恢复过来 原来卷发是游戏的设计师 但当他收集了大家对游戏的体验和看法后 他担心地找到了助手 因为游戏从一开始就失控了 游戏设计师被暗杀的行为 根本不在他设定的情节之内 这意味着玩家的意志在游戏中苏醒过来 但他没有时间多想 情侣加利和泰德带着宠物再次来到他面前 刚说没俩句 两人就直接拿出藏在狗身上的手枪 当场把卷发和女助手一起干掉 这一幕让其他玩家直接愣在原地 原来两人正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派 杀掉设计师正是此次任务的目标 然后两人准备离开 然而当他们看到另一个玩家坐在门口时 他们手里的枪又举了起来 相信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 脑子的CPU差不多也发热了 这也是导演柯南伯格想要达成的效果 我这里就稍微给观众解答一下 观影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疑惑 以及就电影本身所引发的思考 给予一些个人的理解 首先感官游戏这部电影和黑客帝国一样 是一个套层结构 二者都是讲述虚拟现实的故事 但前者则一点不亚于后者的复杂程度 从电影结尾往前倒退梳理的话 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 有一家大型的上市游戏科技公司 创造出一款无比真实的VR游戏 在游戏内测期间 游戏的设计师带着一条玩家试玩游戏来收获反馈 而我们的男女主实际上是崇尚真实的现实派成员 他们卧底进来假装玩家 目的就是除掉扭曲现实的元凶游戏设计师 好的到这里则是电影当中现实的部分 也就是电影的第一层 来到电影的第二层 也就是观众大部分时间误以为现实的这一趴 内测玩家在现实世界带上VR装置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他们分别被设定了有目标任务的角色 而女主则是被设定为游戏设计师 男主则是游戏公司的实习生 影片开场就是一场刺杀 与电影结尾的刺杀摇相呼应 而男女主则像触发了剧情设定一样开始了逃亡之旅 但其实导演在影片刺杀开场就将答案告诉给了观众 无论是那把鱼骨枪还是之后的畸形生物 无不招式角色是在游戏当中 只是电影的输出机制 容易让观众先入为主 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让我们第一时间误以为电影现实的设定就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说 电影的最后角色们是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 因为导演在道具设置上就揭示了这里是现实 而在逃亡之旅的过程中 男女主为了测试生物驱动装置的损坏 他们又进入到一个虚拟现实游戏当中 也就是电影的第三层空间 相当于在游戏中玩游戏 巫师三中玩昆特牌 第一层现实世界中的内测玩家 则均匀地分布在第二层游戏和第三层游戏当中 他们大多只是NPC 只有男女主最后才清醒认识到自己仍然身处在游戏当中 可以说是相对最具自由意志的玩家了 而三层叙事空间彼此间相互交织 这也是为什么看完会迷惑的原因之一了 那么剧情方面就简单地梳理到这 我也简单地聊聊我对影片的个人理解 想必大多数观众在观看此片时 都对电影的所展现的身体奇观而震撼 本片在内容呈现上特别有赛博朋克的感觉 而赛博朋克 Cyberpunk 这一名词本身的就有两个基本单词组成 分别是代表多媒体技术集合的控制论 Cybernetics 和代表反叛权威的亚文化朋克 Punk 而创造了控制论这一概念的作者 则认为人类社会生物体乃至AI机器等都可以视为一整套控制系统 而系统可以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 来实现自我调节与控制 但对于这套方法论诞生的1948来说 无疑还过于超前 这种机器与生物融合的概念无不挑战了人类认知 对于柯南伯格的感官游戏而言 我们很难将他与赛博朋克这一美学风格鲜明的类型画上等号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 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来分类 生物朋克 熟悉大卫柯南伯格的人都知道 他作为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国际知名导演 最擅长的就是肉体恐怖类型电影 被西方世界评为最大胆具有挑战力的导演 其代表作录像带谋杀案变引人裸体午餐 以及最新一部作品《未来最新》 都充斥那种生物质感与观能刺激的作者风格 且电柯南伯格的电影主题往往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徘徊 这种独特的形式与内容交织 构建了独属于柯南伯格的电影美学 身体的不断异化逐步深入到人类身体可能到达的边界 而在这种赛博格的形式上 不管是一体还是感官游戏中如同超梦装置一样的存在 都是这一类型的拓展 旨在讨论何而为人 或者应该说什么是生命 是拥有肉身的空壳 还是拥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呢 人与机器的概念以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越来越变得模糊 就像影片的结尾 那个亚裔男子求饶着向主角说出 我们还在游戏里吗 这句话宛如到梦空间结尾那摇摇欲坠的陀螺 给观众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我们所在的世界真的是真实的吗 这句话宛如到梦空间结尾